俗话说 秒天 秒地 秒空气 Civic 麻烦不如推落海 所以你们两位的Civic 有改吗? 有 少许咯 Civic 假如不改的话 那个时机就可以推下海了咯 今天我们找来的这两位Civic 车主啊 他们为了不要给他推下海 所以他们选择自己下海 他像改装的这条不归路 我们来欢迎这两位渣男 不是 三位渣男 不是不是 两位Civic 车主 Andrew 还有 CEO 哈喽 哈喽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两位车主呢? 其实因为今天我们找来这两位Civic 车主啊 一个是驾1.8NA 的 而另外一个是驾1.5 Turbo Charger 的 那首先 我先问他们啦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Civic 当初要买Civic 只有几个因素 OK 就空间 还有设内是黑色的 我选择的是全黑 我不要参 总色还是其他颜色 然后 然后还有它的Meter 我被它的Meter 吸引了 是LED LED Display 这样 Andrew 你咧? 当初我选这辆车的时候 也是因为我老婆去看车 过后他就觉得在 Honda 里面 这辆车是坐得很舒服 而且这辆车老实说真的是坐得很舒服 因为跟 MERS E-Class 来讲 上天我坐了 它的后座还是 Civic 真的是比较舒服 一辆 这样贵的车 跟一辆没有这样贵的车 比起来 真的很大差别 OK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了 因为 你们是不同版本嘛 所以我先问你啊 CEO 为什么你 会选择这个 1.8 的 NA 呢? 1.8 性能瓜 就是我为了保养费 不要太重的负担 因为保养一个 Turbo 我觉得 要照顾黑油还有其他东西 我就 选择最原始的 NA 这样 Andrew 你的 1.5 Turbo 是不是真的像 CEO 讲的这样难养 就好像 CEO 讲 1.5 真的是黑油真的是要比较照顾 因为 Turbo 的关系 Turbo 也是靠我们黑油来走动的 所以讲那个黑油真的是要定时换 所以 不是讲难照顾啦 就是要有时间哦 假如 那个人是讲比如做 CEO 没有经常去换黑油啊 就要 Turbo 车 Turbo 很快就蠢掉 不过 这方面我有点好奇啊 你是 准时换黑油咧 还是你是提早换黑油 我本身是提早换黑油 因为以我本身建议 我 因为 Honda 原厂是叫你时间到才去 可是我是建议每 5,000 啊 就要换掉一次 就好像我们 我玩 Performance 玩到很准了 我 2,000 就换掉一次 2,000 2,000 就换掉了 所以 CEO 和 Andrew 你们的车是买了多久啊 我是 4 年 4 年 我的 2 年 哦 2 年 哦 你的比较新一点啊 我的比较新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惯例的问题了 就是你们 Third Civic 啦 在你们这几年当中啦 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目前我的是 Steering Rat Steering 会有声音 然后最严重的意思是 它不会 Rebound 不会 Rebound 不会 Rebound 就会转过弯的时候 它会卡的 那个是最严重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还是怎样的吗 会土壤 土壶 换咯 这样这个 Steering Rat 其实它 是怎样会遇到这个状况 怎样遇到这个状况 怎样会出现这些问题 就这些声音啊什么之类的 可以就来解释一下 你的经验 开头是会出声音 OK 出声音其实还可以加的 是没有问题的 到它 一段时间它不会 Rebound 的时候 那就是坏了 严重的时候 然后 坏了就回土壤观 Camp Volanty 咯 其实是有的 Claim 的啦 有的 Claim 的 OK 这样 Andrew 你咧 说法我在这两年里面 是没有 遇过什么问题 Touch route 应该是讲 到现在目前还没有遇过什么问题 只是讲 看这样多 Civic 里面 最严重的问题 真的是 Steering Rat 一 不过你的车有中过吗 没有 没有 我的车还没有中过 OK 所以其实这个也不是讲 100% 也不是 100% 只是讲命水咯 所以你们两样 Civic 都是有改装的是不是 对 不过在这之前我是想问一下你们的车的这个耗油量啦 因为今天 1.8 和 1.5 都来了嘛 所以 Civic 我先问你先啦 你的车 在改装前和改装后的 油耗有没有差别 嗯 稍微有 嗯 耗油一点 如果你改装你又觉得你要那辆车快 但是你又不舍得 耗油的话 不要改 嗯 这样你有 在改装前的那个油耗表现方面 你有没有讲一个数据还是什么 数据目前我听说的 Dambark 原车主 原装车主 可以去到 500% 甚至有些讲 600% 可能是 Outstation 啦 嗯 但是我目前只能加 maximum 400 多一点 嗯 原因是什么啊 因为这个 这个的关系 OK 这样 Andrew 你咧 1.5 Turbo Charge 省不省油 Turbo Charge 其实讲改装过后的 我会觉得 比原装还会省油 其实到最后省不省油的 改装过后的车 是看本身的脚 假如是脚重的人 什么车都是不省油的 所以 Civic 本身是一辆很省油的车 这是真的 所以你讲你改装过后反而更省油 因为改装过后我们已经把马力推高 我们拆 其实不用脚重就已经有力来滴水了的 所以就变成我们的油量也用比较少 只是讲因为本身的关系就好 比如讲我驾的话 因为我脚很重 所以 每一下都是 Full Total Full Total 是肯定会吃油的 假如是讲 一个普通人来驾就讲顺顺驾 Daily Drive 是很省油的 因为其实这两位车主他们都很爱老婆 他们的车平时都是给老婆开的 所以我相信你们的车老婆开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省油的 省油 就 MCO 每一天他都开去上班 然后 一个月里面完全不用打油 一换你开呢 一换我开啊 应该是两天就要打一次油 因为我的脚真的很重 加上我们已经改装了过后 一下子就踩完 一下子就踩完 所以每一辆车 不要讲 Civic 好 什么车都好 只要那个油门控制的好 是不会吃油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两位大哥的 Civic 都是有改过这个车脚啦 换过 Rim 然后避震器也是升级过了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 Civic 原装是做起来很舒服的 不过 改了过后呢 你们的车还会舒服吗 所以 C.O 我目前是换了 Sport Spring 原装 Adsober 所以因为要保持它的稳定 还有它的舒适 所以我选择 Sport Spring 这样这个 Combination 你觉得怎样 OK啦 因为TITUD Stock Spring 的话 它还是牵一点 它会有那个 缝一点 然后我就 选择 Sport Spring 你的 Sport Spring 是什么牌子的 我的是 iBug Sport Line 哦 OK 这样目前用到这样子为止的话 它那个车脚的感觉这样 还配合得到 配合得到 所以你是满意的 满意的 因为我有时候会在家人 家人也没有说很顿啊 还是不舒服啊 目前没有问题 OK 这样Andro 你呢 我本身 Sport Spring 也是有用过 Sport Spring 其实是蛮不错用的 就我用的是之前是用 TITAN 的牌子 只是讲 因为我们是车的高度太高嘛 放了它就会比较低一点的 Sport Spring 只是讲 那时候就为什么要换 那个避震器 因为 过完还不够稳 之后就换了 TITAN 的 Flex Z 哦 TITAN 的 Flex Z 是这样多牌子里面呢 是在 FC 的牌子里面呢 是比较最舒适的 在一起家人就算调到最硬也好 都会比其他牌子还舒适一点 就讲 单单改 Adjustable 力 整辆车的稳定性还是不够 最终还是连车脚那些 它的骨 大骨啊 François Bar 那些 都要换掉 就好像比如讲我现在François Bar 那些就是 Full Set 都是用 Hard Race 所以它会把你整辆车的车脚拉到很稳 就是你过完 跟原状真的是差别很大 稳很多啦 就算有了感觉 你没有装 Hard Race 它的稳定性还是欠一点 可是你这样子改了过 那个舒适性 舒适性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啦 还是有 它不会讲疼顿到哪里去 是看我们的软硬 因为那个 Adjustable 有的调软硬 是看那个硬度 你调到多硬 其他因为你调软的话 它还是很舒服的 嗯 这样你平时开的话 你是调什么软? 我平时我是去到最硬了 我整辆车都是最硬的 都OK啦 都OK so far 我家人全部从冰城坐下来 这边也是OK的 既然找到两位改装CV车主 当然是要问改装啦 所以现在重点来了 你们的车改了什么 那 CEO 我先问你啦 你的车改了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 其实是改到相当的漂亮 我就比较注重外形 然后 Performance 也是有啦 但是目前 1.8 比较 它的潜力比较小 所以就不多它的 Performance 了 所以我就选择美观 外形 这样在外形方面 你改了什么 外形啊 轮圈 卡钳 然后 Bumper 那些喷漆之类 你的 Bumper 我看到是 SI 版的 是不是 然后我很喜欢你的这个轮圈 还有里面那个大鲍鱼 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 什么行头吗 轮圈就是 copy 啦 没有买到原装去 就是 IS 05 RR 18 吋 18 吋 台压是 235 44 18 什么台压 这个 Good Yet 1 个 F1 OK 那鲍鱼方面 鲍鱼方面是 AP Racing 的 9040 6 Board OK 很重要的 真的吗 Original 吗 还是 Original 新的 对 这样它的表现你觉得怎样 表现我觉得舒适 它给的 虽然不是很敏捷 但是它在City Dye 是比较舒适的听 就不会有很 撕的感觉 因为我们要带着舒适 就是它听到比较 Steady 一点 对 这样我看你改这个大鲍鱼 动力方面一定是有升级的 不少咯 不多 就是那一点 就是我换了 Plug Coin 然后换了 Dowbuy Exosystem 一点 这样子咯 真的只是这样一点咩 就是那么一点 车子方面没有做什么 Remap 还是什么 Remap 有也是有 Sort Sort 一届 OK OK 所以你现在这个 你介意分享吗 你现在车的这个 Performance Output 是多少 嗯 On View 是120 左右 嗯 不错 Tock 15 啦 才15 不多 你的这1.8 我记得它 原厂的那个 Output 它是讲它是140 多匹 可是你的这个是 120 多 On View On View 140 是官方 Engine OK 原装本来是多少匹 On View 大概110-115 OK 那时候我去做 Remap 的时候 我是原装的 嗯 所以我就提升 10匹之内 其实我不 expect它 它数字很高 还是怎样 其实 数据 数据只是一个 参考而已 对 我们的车 哪里不刚 哪里有问题 大概一个数据 所以我就不 期望太高 它会上二三十匹 不过你这个改装 这个升级其实已经是去到 就是来 该那些其他的硬件都已经是有 Upgrade 对 OK 所以你觉得这个成绩你满意吗 成绩 先不说成绩 感觉 怎样 有差别吗 有差别 起步 NA加Auto 起步 你 你 起步很慢 你觉得 没有那个乐趣 对对 所以我们要Response 有 有啦 虽然它的数据 才拿 10匹之内 Top 只是拿几百个人 或者一两个KG 但是 已经是不一样 差别蛮大的 差别蛮大的 嗯 那没有我们会买Google 没有 其实我选NA是因为它的 反应比较直接 所以 通常我也是有去上山 玩玩具 淋喝茶 所以那个滴水是比较直接 说走就走 这个CEO说了是对 NA跟Turbo 的差别就是 NA一叫就走 Turbo 你一叫了它 它就 它在想一下 它才走 这就是NA跟Turbo 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 这个NA在山路上 应该会比较好玩一点 这个是 这个是真的 因为NA 它是反应真的很快 它一踩就来 它不像Turbo 它还要想一下 它才来 可是它来过后 它就会把它的滴水彩发挥出来 可是NA不同 NA一踩它就来 嗯 就很爽 就好像我们的旧车 EK EG 那些一踩就来 为什么还是这样多人在玩 就是这个原理 嗯 这样 这方面 你满意吗 这个Performance 满意啦 其实我柴油 它能给我动力 我觉得OK了 嗯 我还是很好奇啦 你有没有后悔吗 1.8 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1.5的 这个output 方面其实是 上蛮多的 我如果改起来的话 就是人啊 嗯 永远都欠一批 我去选择1.5 我可能每一天 我都在选择那一批 哈哈 所以我有 限制我自己 NA也是不错 嗯 OK 保养方面 可能我节省了 比较深心啦 所以你是OK的啦 OK 没有问题 那 Andrew 你的车 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改装清单 改装清单 改装清单啊 改装清单 真的是很多 要说都说不完啊 真的 要自己去看啊 这个 不过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讲重点啦 我先问你 在Performance 方面 你改了什么 Performance 最主要呢 就是讲 看你玩到哪一个level 因为我们玩到最高的level 如果就连turbo都要换买咯 所以 主要讲 我就给那些 假如想要买Civic的人 还是还没有买 将要买 还是已经用着的 假如真的要玩一些Performance 少许的话 单单一个HONDATA 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你是下了HONDATA HONDATA 是肯定要咯 因为我们要Tune 所以HONDATA 是最好咯 我是觉得啦 For Honda 里面 所以 假如讲 要在更高的level 你就要换Intercooler 那个Intake 全部都要换过 因为才能配合到 可是讲到 最主要是 你有了Performance 还是要有brake 有了brake 你Daya 也是要够实力 这个是 玩一个Performance 要很多因素来配合 才能把一台车改好 所以我们的Andrew哥的 这个brake 方面 也是下足料了 来讲一下你的大鲍鱼 大鲍鱼 我没有买到全新啊 我是买Recon回来 Recon 我是拿Porsche Cayenne 的 那个Spa Z 其实已经也是很够用了 因为鲍鱼 讲真的 千万不要买中国货 买Recon 都好 也是原装还是真的 因为brake 就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 讲完这个鲍鱼 我就要问 它的这个Performance 你的现在这个引擎的Output 输出是多少 输出 加入你是讲引擎还是On View在跑 On View吧 On View 大概现在270匹了 270匹 你改了什么来 Hondetta 然后 Hondetta 那你的Torque呢 Torque现在是35多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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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35KGM多 你的CVT 可以啊? 开顶得顶得顺 不会过热 不会过热 CVT 过热 其实是看我们怎样去踩它 要过热就是 我们不可能分分钟 一条路有30km 踩准踩到完 最多我们踩一个10km 就要让它休息一下放慢 假如CVT 热过头 真的是会爆 或者会坏掉 那有什么 方式去 什么升级啦 去让这个CVT 热过的吗? 只可以装一个CVT Cooler 把我们CVT 的油输出 再转回CVT 热箱里面 会把它的热量减少咯 只是讲CVT 它是不可以就好 比如讲 一条10km的路 10km 没有问题啊 一条50km 你踩准50km 它就会伤到热箱 假如你是踩20km 然后你就 顺着架 让压箱休息一下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过了 不过我也注意到的是 你的这个Horse Power 已经是超出原装的 已经是接近100km 所以很够力一下 你的这个引擎 的Internal 有升级吗? 引擎的Internal 还是保持着原装 原装? 嗯 因为我们有研究过 FC原装的引擎 可以达到300km 不是问题 只是CVT 达不到300km 可是 以日常驾驶来讲 这个270km 它是OK的 还是OK的 还是正常的 因为 270km 是在我Tuner 里面 它的极限已经到了 假如是讲 在泰国来改装 你看300km 不是问题 只是 那个牙箱不能 不能顶啦 嗯 其实我有点好奇哦 你们当初买CVT 啦 一个就是老婆喜欢 然后你就是看中它的空间大这些 可是为什么到最后还是会 改装 当初买CVT 真的是 嗯 打算换个轮圈 捏个镜子 下一下Poly Kit 符符统统就算了 但是 怎么都是 喜欢 有一种改装的引 都改到现在 越改越多 越改越多 不小心就越改越多啦 对 这个是真的没有错 我当初 我拿到这辆车的时候 也是打算换一个Sportlim 当换了Sportlim 就觉得 好像那车脚不够好 它就一步一步的深 可是当你开始 更加接触 那些Performance 玩Performance的人 那个 毒瘾已经更加深了 已经完蛋了 那时候 你会一步一步的踩下去 这种就是所谓的上车啦 然后越改越多 越改越多 到最后就出了一个传说 可是 偶尔的参参车队 好像Civic 车队 可以认识到很多人 就大家一起分享 那个改车的心得 也可以 就好像还没有改的人 就可以来参加车队 什么就是了解 不用去花那些愿望的钱 去改那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就好像当初我们 花掉很多愿望的钱 改了又拆又卖 真的是没有必要 假如是有心要改车 可以来参车队 大家一起研究 研究 什么值得改 什么不值得改 大家都很愿意的分享 不要那么的自私吧 不教你们 你们去浪费那些钱 真的是不要浪费那些钱 对其实参加这种车友群 所谓的车队 最重要就是分享知识 还有经验 所以你们两位都是同个车队的 是不是 我们有三个车队联合在一起 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们的这个车队的名字 我是Undergawn的 车主席 是focus more on KL去 三国去的 我是Civic X 就是CFCM 我们的KL Admin 我们可以讲遍布到北马或者南马都有 还有一个跟我们联合车队是JBFC 在Zohor最活跃的车队 所以有Zohor的朋友也是可以联络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两个的车队在KL到北马都有 有兴趣要参加的可以联络我们 如果给你们再选择一次 你们还会买Civic吗 会 会 这样如果给你们再选择一次 你们会改装Civic吗 改 Civic 不改 不如退下海 所以这一期的车主分享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那我们也要谢谢这两位Civic车主 Andrew 还有CEO 愿意上镜头接受我们的访问 如果喜欢这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是Civic车主的话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给我们知道你和你的Civic的点点滴滴 想要知道怎样改装升级的话 也可以找这两位大哥 或者是加入他们的车队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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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